一个身材丰满的女孩 本夜是按摩师的她 却因为买房欠下巨债 五千万如同压在她的肩上 让她喘不过气来 为了还清这笔钱 摄影师给她提供了一个赚外快的机会 便是拍摄一组写真 犹豫再三后 珍雅最终选择答应 但她不会想到 正是这一组的照片 将她和六个男人带入一场无法逃脱的漩涡 珍雅只因身材太过性感 竟让她走上按摩的道路 即便走在大街上 回头率依然爆棚 但凡会踹气的男人 都会忍不住对其多看两眼 珍雅平时工作中认识了一个老男人金教授 两人关系暧昧 经常出入高档餐厅 并且举止亲密 外人看着就像情侣 实际上金教授只是从家里偷偷溜出来的 享受着与珍雅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两人每次约会时 她进门的速度堪比闪电 生怕被人撞见 然而就算她躲得再快 也没躲过一个人的眼睛 那便是住在隔壁的小年轻郑心 郑勋虽表面是个老实巴交的职场人 但实际上 她早已在家里布置了各种偷拍和监听设备 偷窥着珍雅房间的一举一动 通过吊灯揽线中的窃听器 她每天都观赏着珍雅和金教授的直播视频 这种乐趣让她无法自拔 这天金教授在房间匆匆待了三分钟后便离开 然而郑勋的监控画面里 却出现了另一个不速之客 直到珍雅死去 郑勋目睹了全过程 她看到了那个陌生男人的脸 但却因为胆怯和恐惧 根本不敢报警 只是躲在暗处拍下了证据 悄悄把她藏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珍雅的姐姐发现了她的尸体 警方很快介入调查 而郑勋因为是邻居 又与警方调查人关系不错 因此根本没有被怀疑 然而郑勋的一天并不好过 她心里一直坦克不安 上班时心神不宁 下班回家时却被保安老朴叫住 老朴告诉她警方已经找到了嫌疑人 对电梯的监控录像锁定了金教授 金教授无奈辩解 说自己那天只是因为珍雅电话打不通 不放心才去查看 结果发现她已经凉透 但她的话没人信 警方也没有更多的证据 案子陷入了僵局 事实上真正杀死珍雅的另有其人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珍雅的前男友朴贤秀 朴贤秀虽是珍雅的过去 但她始终无法放下这段感情 那天 她利用手中仍然掌握的房门钥匙 再次溜进了珍雅的房间 她原本打算和珍雅训情 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 可当她进入房间时 看到她的模样 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爆发 她用绳子勒死了珍雅 但却没有料到 这一切都被郑勋拍了下来 离开珍雅的房间后 朴贤秀偶然间发现了房中的收声器 她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听 朴贤秀没有立刻发怒 而是冷静下来 把接收器带去器材市场咨询 经过技术员的分析 她得知这种设备只能在15米范围内接收信号 这意味着有人就在附近监听她 于是朴贤秀找到了战友 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敲开了邻居郑勋的房门 发现了她窃听和偷拍的设备 朴贤秀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怒 自己虽然杀了人 但郑勋这样偷窥窃听亵渎真雅的行为 比自己更不可饶恕 她决定教训郑勋 于是拿起电话 愤怒地骂郑勋是个无耻的变态 郑勋虽然胆怯 但也不是个软柿子 两人电话里打起了嘴炮 互相指责恨不得立刻见面了结对方 郑勋冷静下来后 意识到自己如果不拆掉监听线路 早晚会被警方追查到自己头上 于是她迅速行动 开始忙着清理自己房间里的设备 正当她含着手电筒专注地拆卸线路时 门口闪过一个人影 郑勋心头一紧 黑帮大佬熊哥偏偏对矫情有毒钟 每次看到妹子不像别的大佬那样动手动脚 而是脱掉皮鞋 把脚伸了过去 名叫小凤的妹子顶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掰开脚趾 一个一个仔细擦拭 恨不得把脚气都吹走 就在小凤忙着服侍熊哥时 前台的阿伟来了个急刹车 原来熊哥刚得知一个消息 欠了他五千万的真雅死了 这让熊哥心头火起 大半夜带着小弟闯进了真雅的房间 却没想到正好撞上了郑勋 此时郑勋正忙着拆窃厅设备 郑勋自知闯了大祸 并拿刀威胁熊哥 想试图摆脱困境 不料竟遭到熊哥的偷袭 一脚将其踹翻在地 在熊哥的言行逼供下 郑勋不得不屈服 于是带着着熊哥进了自己的监控室 将他的硬盘和光碟全部一扫而空 查看后发现监控中 朴勋秀的脸心中暗息 看来真雅欠下的五千万 终于有人能接盘了 可熊哥正得意识 小凤在车上开始啜气 哭声让他的好心情彻底消失 熊哥一挥手让阿伟把车靠边停车 把小凤塞进了后备箱 不久便来到朴勋秀所在的宾馆 紧接着便带着阿伟直奔目的地 然而当房门打开时 映入眼帘的只有瑟瑟发抖的 朴勋秀的女友阿珍 而朴勋秀已经不见踪迹 没曾想居然扑了个空 这让熊哥很是郁闷 另一边的朴勋秀则拉上了 战友打算偷袭郑勋的家 可惜还是晚到一步 郑勋早在半个小时前 就被熊哥打得半死不活 房间里一片狼藉 朴勋秀看到这一幕 郑勋只好坦白 熊哥已经拿走了监控视频 朴勋秀文言心头一紧 赶紧给女友阿珍打去电话 而另一边的熊哥 心中早已谋划好了一切 静静地坐在小酒馆里 等待朴勋秀上钩 果不其然 朴勋秀接到阿珍电话后 气得拎着刀就冲向了小酒馆 打算和熊哥拼个你死我活 可这一次熊哥早有准备 掏出一瓶防狼喷雾 瞬间将朴勋秀撂倒在地 事情发展到此 熊哥以稳操胜券 他掏出手机 给一位关键人物 发出了一条短信 短信的另一头 正是金教授的佛人金姐 金姐虽是韩国某大财阀的千金 但面对丈夫的种种丑闻 他显得十分冷静 此时他只问金教授一个问题 被问得心态崩溃的金教授 打算演绎出苦肉计 来博取妻子的同情 然而金姐接到的那条短信 彻底改变了局势 原来熊哥早已谋划好了一切 他要求金姐用五千万 来换取金教授的清白 毕竟熊哥不是什么慈善家 五千万对他来说 是真雅欠下的债 也是他压在金教授身上的筹码 这个身材丰满性感火辣的妹子 不仅生前被偷窥 就连死后也不得安宁 他和男人一起唱 永恶的声音被人利用 听着那令人动听的声音 熊哥的歪心思瞬间来袭 利用妹子优美的嗓音和黑丝照片 竟想着把这些元素 合成小视频来大赚一笔 就在熊哥盘算着怎么捞钱时 郑勋也开始了他的行动 从救鞋盒里掏出一把土炮 四发子弹足够带走他想要干掉的人 他来到了摄影棚 打算一雪前耻 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 三男一女全都愣住 熊哥本想靠近郑勋打打圆场 套个近乎 结果郑勋抬手就是一枪 朴贤秀当场皮开肉战 小凤吓得躲到了幕布后面 熊哥虽然表面上不敢动 但心里早已打起了小算盘 他用言语安抚郑勋 实际是在给手下阿伟创造偷袭机会 只可惜阿伟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郑勋毫不留情地一枪抱头 熊哥这下彻底慌了 赶紧继续安慰郑勋 谁知这话不仅没起作用 反而让郑勋又是一枪 熊哥应声倒地并且腹部重担 然而熊哥毕竟是道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 哪能这么轻易倒下 他忍住剧痛 趁郑勋靠近时发起了偷袭 眼看郑勋即将命丧黄泉 摄影棚的大门忽然被推开 走进来的竟然是金教授的夫人金姐 看到眼前的场景瞬间傻眼 随后他冷静地提出了一个方案 大家都不想死 不如和解 听到这话三个人都不由得点头同意 毕竟谁也不想真的送命 金姐看着他们轻轻叹了口气 拿起湿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指纹 准备拨打电话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朴贤秀突然嘴欠地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 这一句话瞬间激起了郑勋心中的正义感 他已经受够了这些龌龊的交易 受够了被人玩弄的感觉 于是他抬起枪 准备为自己讨回公道 就在他即将开枪的瞬间 金姐果断伸手 干净力落地以击致命 结束了郑勋的生命 此时金姐的冷静与无情 展露无遗 他不想再惹更多麻烦 干脆准备拍拍屁股走人 熊哥健壮怒骂道 然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金姐 他掏出湿纸巾轻轻一盖 直接把熊哥送上了黄泉路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金姐冷静地将手铐的钥匙 扔给了朴贤秀 示意他自己了断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摄影棚 这时摄影师恰巧进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吓得连退好几步 此时的小凤已经彻底崩溃 绝望的哭声回荡在摄影棚中 这场荒诞的闹剧 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朴贤秀最终选择了自首 而金教授虽然在这场风波中 洗脱了罪名 却因离婚而损失惨重 可故事的转折才刚刚开始 就在金教授以为自己脱身之时 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声称他目睹了金姐见死不救 甚至故意杀人 如果想拿回证据 就准备五千万来 金教授还没来得及反应 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 女人也打给了金姐 并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然就准备坐牢 原来此人正是小凤 在整部故事中存在感极低的龙套角色 最终成了最大的赢家 也彻底翻身 这场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 最终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 《愤怒的伦理学》 这部2013年的电影 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 和一系列的巧合 揭露了社会中最丑陋的一面 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欲望的无底洞 道德的伦骚 都在这场荒诞的游戏中暴露无遗 整部电影不仅充满黑色幽默 还通过一个个细节 深刻讽刺了当今社会的现象